2022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22号在全台湾最美赛道登场 清晨5点多超过6000名的选手 齐聚在美轮田径场 完成暖身操之后呢 从193线到出发 选手们沿着两坛自行车道一路往南 享受台湾最美丽的湘海美景 清晨4点多就有选手来到美轮田径场 跟着健身教练做暖身操 为这场赛事预做准备 市长温家贤欢迎来自各地选手 也感谢赞助这场赛事的所有 观光业界和单位 因为有大家热情参与 让所有喜欢路跑的民众 能够来到花莲 感受全台最美赛道的魅力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今年因为非常多的因素 提前在10月22号 那也希望所有参与的跑者跟朋友们 除了路跑完之后 也可以享受花莲的非常多 各大游乐园区所提供的免费优惠 那也要特别谢谢 谢谢我们法迪斯国际有限公司 来对我们的衣服来做相关的支持 那也对我们所有赛事的一个大力的协助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太平洋重工马拉松 2023年能够持续办下去 在此也要谢谢所有跑者的支持 那我们这几年来 在国际性的杂志也有被普遍报导 我们这场太平洋重工马拉松 那也有在国内知名网站也荣获前10名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奖项 在此谢谢所有花莲的厂商 所有的业者 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力支持 花莲太平洋重工马拉松 未来会持续的为大家办下去 太平洋重工马拉松有林洋 斑马 柴犬和山珠的可爱奇象物 路跑项目分为全马 半马 10公里 还有5公里等4个主别 就连完赛奖牌设计也都非常特别 太阳刚刚露脸 在城中运动中心教练 在起跑点带动热身操之后 台上贵宾共同鸣敌 4个主别 超过6000位跑者 在193县道 尽情亏洒汗水 沿途也有许多充足丰盛的赛道补给品 都是企业界大力赞助 2022太平洋重工马拉松 就在凉爽晴朗的天气之下 圆满完成 也让爱好路跑的民众 再次体验到花莲的美好与热情 这里会欢事报道